位于瑞士瓦来州的阿莱奇冰川 是阿尔卑斯山最大的冰川 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站在海拔2869米的观景台上 瑞士著名的天际线近在咫尺 少女风 僧侣风和哀格风 阿莱奇地区是徒步爱好者 以及户外休闲运动的天堂 贝特默阿尔卑是机动车辆进行的村庄 海拔1950米 这里是家庭休闲度假 欣赏冰川奇观的最佳选择 因其众多的儿童服务和活动项目 这里曾获得家庭度假胜地的官方认证 贝特默湖 海拔2009米 是当地深受欢迎的好去处 在船屋 可以租赁脚踏船 风和日丽 生机盎然 全家泛舟水上 既可饱览湖光山色 又可度过惬意时光 在户外烧烤区 您可以进行自助野餐 不可或缺的 当然是瑞士最著名的国民香肠 丝华丽烤香肠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您可以在阿莱奇地区 从不同角度欣赏冰川地貌的壮美 崎区的山路深向远方 路边的指示牌 写着前往各地及缆车站所需的时间 您可以根据体力和兴趣进行选择 红白相间的图标代表着山路 提示您徒步的方向和路线 远离都市的喧嚣 找回内心的宁静 蓝湖 海拔2207米 也是前往莫斯福鲁观景台的中间缆车站 沿着冰川峡谷 您可以感受天地之间大开大合的原始之美 形形色色的人们或潇洒独行或成群结队 通常徒步装备一应俱全 登山靴 登山手杖 登山背包 太阳帽 墨镜 及各种运动着装 红色的徒步指示牌提醒大家 为了安全 请遵循徒步路线 朗朗乾坤 纵横游我 在与自然与动物的邂逅中 我做了回少年的美梦 一赏瘫荒 纵情陶醉于这阿尔卑斯的原野木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